央视今年的丽作不断涌现 如今更是凭借闷争的那片海再度拿下全国热度榜第一的位置 延续了狂飙人生之路的修饰风格 将70年代的爱情故事展现得徐徐如深 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纯真和迷茫 剧情方面女主童小梅与男主小春生的故事展开的惊心动魄 两人时常携手闯荡街头 历经重重困难和挫折 忠诚眷属 然而萧春深入伍后 两人的距离渐行渐远 矛盾也越演越烈 尤其是泰与和红林之间的感情纠葛 让观众紧张不已 不仅剧情精彩 演员的表现也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两位拿演员研制与实力并存 令角色更加立体饱满 他们受到观众的喜爱 也为这部剧的质量保驾护航 一 导演没选错人 萧战自身就是很火的顶流明星 而如今又出演了正在热播的 《梦中的那片海》年代剧比的男主 自然而然的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然而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在之前也出演过一部年代剧《王牌部队》 需要火不生动的演绎 后者则是一个严肃 震惊的惊人角色 为了更好的诠释萧春生这个角色 萧战特意学习了金枪 尽管有些观众觉得他的发音还不够地道 传然萧战的演织和身材都备受好评 但在演技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他的性格以笑春生这个角色存在一定差距 有时显得略显身硬 然而他的眼神深情动人 并许多观众为之感动 在年代剧中 演员的形象和气质至关重要 萧战身高挺拔 穿上军装更是银子撒上 深受观众喜爱 不过年代剧的造型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需要穿着复古的服饰 才能考验出演员的气质和身材 二 原汁改变观感刘瑞玲 引起男儿专业户而受到广泛观众的欢迎 他出身富贵 阳光帅气 展现出典型的大少主形象 在最新的电视剧中 他所饰演的一国华绅士优越 行为放纵且总是需要萧春生的帮助 才能解决问题 虽然他是通过出演男儿角色而出名的 但其表演功力不容置疑 成功地演绎了叶国华这一角色 尽管在面对贺红林时显得不理智 并因此落败丢脸 但他应该勇于接受失败 并祝愿萧春生和贺红林在一起 然而在部队期间 他仍怀有贼心 并时常冲灯舔狗来呵护女二号角色 这种行为有点像挖兄弟的墙角 如果没有柳瑞玲那张尽翘的脸蛋儿 叶国华可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与叶国华类似之处是 柳瑞玲拥有一百八十厘米的高鸽子和清秀的外表 丝毫不逊于肖战 他的那双小眼睛给人一种呆门的感觉 看上去十分可爱 从主角的表现来看 萧春生更适合和童小梅在一起 因为他散发出自信的气息和肆意张扬的性格 而童小梅则比较内敛 温柔 两人在一起非常和谐 赫红林则外表冷静 且带有一定的傲气 这恰恰符合了叶国华这个耍白天的形象设定 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目光 尽管如此 刘瑞玲仍然凭借其静美无双的颜值 挽救了这一劫色的命运 即使是那个凡人精一国华 也能凭借颜值走红 在演员剧中 颜值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希望刘瑞玲未来能有更为出色的表现 让观众们更加清新于他的演艺事业 总而言之 最近备受瞩目的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虽然存在一些缺点 但其优点不可忽视 首先 剧情紧凑 引人入胜 让观众未知着迷 男女主角的感情线巧妙的隐藏 通过精心构筑的细节 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人回味无穷 此外 演员方面也值得称赞 《猪眼肖战》不仅颜值高 演技出众 成为了娱乐圈的当红巨星 而男二刘瑞玲 则因其独特的气质和形象 同样备受关注 期待在未来的时间里 能够看到更加华丽的场景和造型 尽管剧中部分浮化刀和场景的真实性略显欠缺 但总体而言 《梦中的那片海》 仍是一部值得观众一看再看的优秀电视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